HELLO 又是我卡陸師 說新年前真是慘 為了要撿屋清潔 搞到有一頭大汗 過年前已經來了這箱貨物 不知道它能不能夠幫到我 究竟它是甚麼來的 原來並不是甚麼新法名 只不過是一部自動吸塵機 但是自動吸塵機已經出了很多袋 這一袋又有甚麼新功能呢 我見到廣告經常買的 一般唯有掃拖吸卷洗汗 六個功能 究竟是否真的全部做到呢 今天就打開它 跟大家研究一下 其實智能吸塵機很多年前都有 為何卡洛斯到現在才買我的第一部呢 主要是因為未搬之前 在家裡太多雜物 現在搬到來屯門呢 家裡比較簡潔 而去到這一代的吸塵機 吸拖洗汗 甚麼功能都有 零件有齊全充足 清洗保養各方面也都很簡單 做好就放在家裡 減輕一下自己和老婆的家務負擔 那機前面裝這兩個配件是掃把 後面裝這兩個是地拖 而這機是淘寶買回來的 先換了香港的三叉插 吸收就是常識 之後打開面蓋啟動部機 然後吸回面蓋 而機平時必須放在機座裡面代名 那機座的用途是什麼呢 待會我會慢慢解釋一下 原來機座裡面就有兩個水箱的 一個就是放乾淨水和清潔劑的水箱 當沒有水的時候就要拿去添加水了 而左手邊的就是污水箱 拖完之後才清洗 使用吸塵機之前要掃描說明書上面的QR Code 安裝APP 而因為我這一部D-Bot T10的型號 已經是2022年的產品了 所以安裝完會要求我升級固件 升級完固件之後 APP就會一步一步教你 怎樣開機 怎樣連結網絡等等的操作 直到一起完成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第一次吸塵了 當你第一次選用自動的方式來吸塵的時候 吸塵機就會走返你整個屋 而吸塵機自己有避障功能 也都有雷達安裝在上面 所以很神奇地 它很快就會建立了你家的地圖出來 建立了之後 更加可以用3D的視覺 去修改你家的地形 加上家屍 而在下一次正式投入工作之前 它就會先用清水清洗拖布 然後它就會完全自主決定路線去清潔全屋 而當它遇到傢俬或障礙物 好像這隻有四隻腳的椅子一樣 它就會很聰明地沿著椅腳去做清潔工作 這裏位置太窄 走不進去 它又會很聰明地轉去另一個位置進入 小小的紫水在地上 清潔自然沒有難度 而且還會洗地、拖地和看乾 真是十項全能 而當你不一定要全屋去吸塵 還可以設定一個區域 讓它靜在這個區域裡面吸塵 自然更加可以設定時間 讓它每天自動出來做工作 而這代的吸塵機 出入門檻更加是如你平地 自己懂得出入洗手間去做清潔 而且在Apps上面還有很多功能 我還未探索 例如它可以輸入你家裡有的寵物 可以和你家裡的寵物 甚至鬥貓機械人和平地相處 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只要打開這個清水箱 你會發現清水已經用了一大半了 而污水箱裡面的水這麼髒 就正正顯示你原本的家裡有多乾淨 想不到去到這一代的自動吸塵機 都不錯 以後有了它兩個在家裡 無論是豆貓和清潔 都有人工智能去幫忙 好了 我今天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